台积电被称为是晶圆厂 并不是叫做晶片厂 所以台积电产品其实并不是晶片 台积电产品是这个 这个才是台积电产品 我带来这个是8寸的 这个是晶圆wafer 难道要把这个做好的晶圆 再送回台湾来 再做完封装 切割封装 然后要测试好的 然后再卖到美国去 不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要求封测厂去 是非常合理的 但只要求晶圆厂去 是不合理的 但是台积电难道还要再承担这个压力吗 美国也只要求一半 它不可能只要乱套吧 它一定会全部再要求 所以台积电现在怎么办 您觉得怎么办呢 我们都知道台积电到美国 Arizona去设厂 但是现在海外的布局 似乎是有点瓶颈 怎么说 因为根据媒体报道说 一位资深的半导体业的高层 就一语道破 现在台积电的两位领导者 刘德英跟魏哲家 进退两难陷入苦恼 资深半导体业者说 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州去设厂 就像是头已经洗了一半了 但现在遇到了包括像工人 包括像是环境 还有包括像是一些补贴 那怎么办呢 现在都好像是万事俱备 可能欠了很多的东风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台积电已经被骗一次了 难道还要再被骗第二次吗 封装产业在美国 已经很久没有扩产了 主要的关键就是毛利率偏低 几乎是无利可图 就讨论封装厂去美国扩产 完全没有商业逻辑 说的就是除了要建这个晶元 就是这个代工的厂之外 还要把封装测试厂 一并的拿到美国去投资 好故事的始末等一下我们来看 现在也遇到的这个州长 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不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面对先进的封装 现在也必须拉到美国去设厂 可是如果再投资的话 对台积电来说 其实就是亏本吗 这个部分要怎么去评估 还有台积电要怎么去面对跟处理 现在面对到的这个烫手的邀请呢 吴老师 这个台积电面对非常多的压力 但是你刚刚提到说 要被美国这次州长代表 要求要再去设封测厂 这个对我们了解 如果是了解半导体制成的话 应该是不会觉得太意外 这个其实去年我们就谈过了 我想我们用一张图来说明就好了 一般人认为台积电生产是晶片 都是这样说对不对 晶圆代工 这一块晶片对不对 这整块一个电路板上 要放上一个晶片 可是事实上台积电被称为是晶圆厂 并不是叫做晶片厂 所以台积电产品 其实并不是晶片 台积电产品是这个 一片晶圆 这个是晶圆 这个才是台积电产品 我带来这个是8寸的 这个是晶圆 所以台积电做其实是晶圆 那你说那晶圆变成晶片 中间经过哪个过程呢 经过一个切割 把这个晶片圆圆的切了一个一个 然后小小的一个方块 上面很多小的单位 小的方块切下来 那个小的方块叫做裸晶化的晶力 英文叫die 就是死亡那个字 然后再经过什么 经过封装以后才能变成 这样子一个真正的chip晶片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只在Arizona设立了一个晶圆厂 产出了这个晶圆 那怎么把最后的产品卖给 所以当时就想说难道 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过 当时就讨论过 难道要把这个做好的晶圆 再送回台湾来 再做完封装 切割封装 然后它测试好的 然后再卖到美国去 不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要求封测厂去 是非常合理的 但只要求晶圆厂去 是不合理的 但是台积电难道 还要再承担这个压力吗 我们知道封测厂 我们常常用那个OS 就out sourcing 就是说外报出去 在台湾不是嘛 台积电在过去 把这个晶圆做好之后 是交给外包的封测 比如像日月光 西平等等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你刚刚有个句话 什么投袭了一半是不是 美国也只要求了一半 它不可能只要乱套吧 它一定会全部再要求 所以台积电现在怎么办 你觉得怎么办呢 对 台积电面对的 不是一个竞争厂商 它两个行为者 一个是政府 而且是一个全世界霸权的政府 那你觉得我们政府能够 抵挡住美国政府的压力吗 恐怕也有点困难 对不对 一波一波上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 上个月 是凤凰市市长来吧 去年佩洛西来 所以一波又一波的压力来 台积电不可能完全抵挡得住 所以只能 在我来看 只有把这个速度放慢 那也有很多的arguments 很多的理由 可以把它放慢一点 这个速度 你的工会不配合 你当地的这个工人 什么不配合 等等很多理由 所以事实上 这个现在已经进入这个 变缓慢的 所以Arizona这个建厂 已经宣布了 2024明年没办法 要拖到再往后 2025对 所以这个风测厂 你现在要求没问题 那个刘定不是说 各种可能都有吗 不必拒绝 也不用马上答应 极客弯 这个 他做了一个 A17 Pro的测评 是针对台积电 所做的这个 专门用在 iPhone 15上面的 他就特别提出了 他的看法 他说呢 他发现说在使用上 这A17 Pro的这个晶片呢 峰值能耗是有点高的 所以他点出了一个问题 台积电的3奈米 是不是真的在应用上 能够提高他的效能 好 现在看到了高阶晶片的对决 因为我们谈到了iPhone 15 还有包括了华为最新的手机 Mate 60 Pro 也看到了在最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他们的晶片 好 高阶晶片的顶尖对决是如何呢 iPhone 15系列搭载的是 4奈米的A16晶片 以及3奈米的A17 Pro晶片 这现在已经证实是由台积电所制造的 而华为Mate 60 Pro所使用的麒麟9000s呢 是华为旗下海思 以安谋的基本设计作为基础 自行改良 而且不断的优化而成的7奈米晶片 那有一位3C的YouTuber 他就特别的做了实际的测评 好 那么极客弯这个 他做了一个A17 Pro的测评 是针对台积电所做的这个 专门用在iPhone 15上面的 他就特别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说呢 他发现说在使用上 这A17 Pro的这个晶片呢 峰值能耗是有点高的 所以他点出了一个问题 台积电的3奈米是不是真的 在应用上能够提高它的效能 这个部分因为太专业了 要请教一下吴老师 3奈米的晶片 为什么在实测的效果 当然这只是一位这个YouTuber 他并不是一个产业的机构 或者说其他的YouTuber 都实测之后 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点出了一个问题 就实测效能表现 为什么不如预期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相对于华为的麒麟9000S 那最近在市场上的评价 确实看到了 虽然说它的这个7奈米 好像隔了大概两代三代左右 可是这是不是代表说 先进制程并不是市场优势的唯一保证 是 那个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真的不能只靠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买的是使用体验 它对我带来的好处 不是买它的规格 你想看那个 就比如说音响发烧油好了 就我这音响好得不得了 哇 都是最棒的这个真空管啊如何 但听起来效果不好 那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那再回到你刚刚讲那个 它实测台阶的3奈米 是不是真的能提高能效 这只是单一的一个意见之外 还有就是在测试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叫场景是不一样的 它在什么样情况测试 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 我们讲说一般人使用好了 我是在走路 还是在跑步 是在开车 还是在高铁上 这速度都不一样 对不对 我在都市当中 这个附近的这个基地台多还是少 但是旷野之中 这各种各种的scenario 就这个场景都不一样 它的效能是不是怎么样 那基本上 我是相信台积电自己做出来的产品 它宣称的这个提高效能 我觉得是可信的 因为根据台积电过去 而台积电自己本身的 这个公司的信念 就是ICIC 第一个I就integrity 就是诚信 第二个是这个customer 就commitment对客户的 最后一个C也是customer的承诺 对客户的服务 所以看起来 我不太认为说台积电自己宣称的 会经过这么一个YouTube 就把它整个推翻 我觉得那是不太可能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多花一时间 来看一看 大家使用之后 因为现在开始开卖了 马上各种各种实测 跟真正的实用体验 很快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取决于 我用这样子的价钱 买到像刚刚不是讲性价比 对不对 用那个概念来看 我买到了是不是值得花得来